如果,艾芬级剧情第十集预告宋乔迟在家里接到了杨卉的电话,杨卉气不成声地诉说着爱慕之心,自己爱了宋乔迟十五年了。宋乔迟没有搭理杨卉,只冷冷地说,你喝醉了,便匆匆料了电话。 宋乔迟发觉杨卉喝酒了,便担心地去找他,发现杨卉被人骚扰,宋乔迟便出手相助,但这一切都被王嘉玲看见了。 如果,艾芬级剧情第十一集预告宋乔迟扶着醉醺醺的杨卉进了家门,他终于承认,自己和杨卉在一起的时候,真的感觉很放松。 万嘉玲在门外听着,感到心灰意冷,只好离开。 嘉玲与陆阳抱怨,自己这些年来,先是失去了孩子,如今被别的女人抢走了老公,连婆婆对自己也不满意,是不是太失败了? 陆阳让嘉玲为自己而活。 如果,艾芬级剧情第十二集预告,万嘉玲收到了张一笔发来的许多照片,张一笔还给嘉玲打电话, 他气势汹汹,准备将照片发到嘉玲娘家,或是发到陆阳工作的医院。 万嘉玲声泪居下,则问婆婆为何这么做,张一笔威胁万嘉玲,赶紧姥姥试试地离开,自己会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 如果,艾芬级剧情第十三集预告这时,宋乔迟在门外看见嘉玲和陆阳在一起。 宋乔迟吃醋地打了陆阳一拳,陆阳讽刺宋乔迟,根本没资格当嘉玲的丈夫。 宋乔迟怒不可恶,既然陆阳这么说,那谁有资格当嘉玲的丈夫呢?